這個白花的歌詞是有一年我到台南去找一個好朋友 因為早期我在東海放得很好 我以前外號叫東海王 在東海進翔三年我入賞二十余 應該沒有人可以打破我的紀錄 所以當時賽哥歌社賽哥雜誌來訪問我 封我為東海王 台南這個好朋友就是當年看到雜誌來和我們買鴿子 結果這個過程中我們變成好朋友 有一年我去台南找他 結果他帶我到他哥哥家 我看他哥哥入賞很多白花的鴿子 我問他你這個鴿子怎麼這麼厲害 他說是來自於喜鳴村的 所以我當下和他購買糧魚又鴿 那兩年回來以後第一次做書 2013年秋季宜蘭聯合會 第一關前會禪四十余 結果第一次做書就勃罵了 入賞綜合二十六 同一夫出雙母 一隻入賞綜合二十六 一隻施隔差六分鐘 所以他的鴿子素質很強 然後隔年春季我自己吃香 在前會第三關禪二十五語 他的女孩又下來入賞中的十五 所以陸陸續續後代 我就把這個鴿子融入我的賽格行列裡面 發展這個鴿子 他有我過去我的鴿子所欠缺的逆轟 他最強就是逆轟熱天 哪有我們的迪威戰爭器 雖然是好天很快 可是真正秋季現在 現在的秋季改七八月和過去 八九月九月十月不一樣 所以現在的七八月余序再加上地球暖化 所以溫度極高 過去有些試刃秋季的鴿子現在不試刃 可是這個白花進來以後 他特有的對抗高溫逆轟 所以我每年秋季 我本身現在都一年放春冬兩季 秋季大部分都季祥人 大部分都維持一季五隻六隻 可是我秋季幾乎也是積積入賞 也都是多虧這一條白花 後來我把它轉入春冬以後 發覺它春冬也是一樣很強 因為很多人都有問我說 為什麼你的白花在你宜蘭這麼多陰 這麼多獵陰的情形 你的白花不是色鳥怕陰嗎 結果 獵陰就是準 結果事實恰巧相反 我幾例 七年春季我白花做出 他的子子子子孫 我做出17禮參賽 到入資格賽的時候 17禮還有16禮 只有損失1禮 其他我不是白花的鴿子 做出15禮 到資格賽只剩下8禮 損失比白花還要嚴重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的白花幾乎95% 兩邊的主次都是黑禮 他飛翔的時候 因為他的魚翼都是黑色的 對 他只是身體是白花 可是他的翅膀兩邊幾乎都沒有白影 你的腿子就是全黑 所以他飛的時候不會閃爍 不會引來獵陰的追逐 對 而且我的白花體型非常的小 非常靈活刁鑽 非常刁鑽 我舉例像今年春季 去年春季2019年 我前衛回來18禮 我日常一支中和11禮 他的媽媽也是白花的 前年春季前衛回來16禮 我日常一禮 中和12禮 他媽媽也是白花 可是他本身也出到白花 然後值得一提是 去年2019冬季 我飛到三關前衛 殘72禮的時候 我剩下兩禮 一支三關總到25禮 一支三關總到36禮 36禮這支也是白花公 也是白花 所以他這個白花在尾宜蘭 他幾乎都可以飛到入賞 套關 不然就是套關前一關 剩下一百禮以內 所以他本身對抗惡劣肌肉 和對抗獵陰的能力 沒有問題